今天台股最新表现在全职股台积电带动下台股持续呈现多头气势 早盘上涨超过两百九十点 盘中指数一度站上两万两千七百八十七点历史新高 最终收盘则是以大涨两百六十点作收 收在两万两千七百五十七点 同步改写收盘新记录 成交金额来到四千五百八十三亿 而今天最大贡献的就是护国神山台积电 收到市场传言台积电打算调涨三奈米制成价格 也激励今天股价表现 早盘气势惊人大涨二十九元 一举占上九百五十元的历史新天价 中厂以九百四十三元作收 涨幅达到百分之二点三九 公司市值更是在一天内暴增七千五百亿 来到二十四点六三兆元新高 今天光是一档台积电贡献大盘将近八成涨幅 台股虽然说涨到了接近两万三千点 但实际上它的位阶还没有到非常高 台积电目前的成长已经在二零二五年 预估一批是可以到大约是五十块钱 左右 那五十块钱左右给台积电 大约是二十倍的本利比 他股价上看就是一千元以上 那如果说台积电股价上看一千元的话 其实也代表说今天的加权指数 他在向上是还有蛮大一段的空间 伯格界关注焦点依旧摆在台积电 尤其先前公司宣布要执行库藏股计划 台积电也首度公布了最新进度 截至到昨天十七号已经买回五百九十二张自家股票 平均每股买回价格落在九百一十七点九元 总金额来到五点四三亿元 以先前宣布将买回三千两百四十九张股票来看 代表目前台积电库藏股进度 还有八成以上的执行空间 不过在预定实施库藏股的期间 台积电股价一再创高 公司是否会全数执行完毕 还是市场持续关注焦点 立刻下载静新闻APP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 静善静美静好新闻